2020年11月18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 我们经常接收能量,然后把它们传递给你们所有人。我们很像你们地球上的能量治疗师,他们也接收来自高维度层面的能量,并通过身体运行这些能量,然后传递给另一个人或其他人。 我们知道我们接收的能量是为了你们,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要求什么,我们也知道如何根据你们在最后时刻的生活方式来调整这些能量,我们对你们的需求和欲望非常敏感,我们只是以这种方式照顾你们的众多团体中的一员。 那你何必要如此奋力去争取呢?你被教导要相信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你的肩上,为了得到生活中你任何想要的东西,你必须辛苦地工作。 这种观念在你的一生中一次又一次被强化,它基于这样一个观念,你们都是孤独的,没有人会为你们助想。 也许你被教导说你有一个守护天使,或者你可以向上帝或耶稣基督祈祷,但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人理解,只要你们存在,就本该得到自己所向往的一切。 你们现在要改变人类集体意识思考自己的方式,关于它的价值,以及艰辛的劳作是否是美德。 你们中那些奋斗劳累的人都知道,辛苦劳动的回报是微乎其微的。 你们在那里的角色是,当人类在思考自身与更高领域、非物质世界,以及所有想帮助你们的存有和团体之间的关系时,给予他们新的启示。 帮助你和其他人是我们仍然存在于这个宇宙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我们与你们紧密相连,所有更高领域的其他生命和集体也是如此。 你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,我们看到并知道在整个宇宙中彼此之间没有分离。 所以,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让你相信。 我们所说的是真的,你可以直接敞开心扉接受自己召唤的所有能量,甚至更多。 通常,只有当人跌倒谷底,或是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他们放弃和沉浮时才会这么做。 在那种时候强大的抵抗力才会释放,迫使你打开闸门,让你成为与你所召唤的震动相匹配的人。 我们邀请大家现在去感受这些能量,他们就在你身边,他们来自宇宙中的最高点,我们传导他们现在是你的了。 请接受我们的慷慨馈赠。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谢谢工作人員! 阿丹 阿伯 阿俊 阿拉肯 山